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做儿保不是要跟家属或者是跟照顾者站在队里面 他可能出发点是正确的 可是他的方向是错误 我们不是要怕家属告 我们是要抱着一定会被告的心情 来处理这个个案 我们知道一个人有极限 但是团队可以发挥无上限的力量 怎么样在这个团队里面 大家彼此给予力量 然后去做更多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